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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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Ms.Misha Bang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刚她满一岁的时候 孩子最喜欢把东西从箱子拿出来 或者装进去扭转那些瓶盖 这个时候给她们对的玩具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帮助医学宝宝多锻炼他们的严手协调 严手协调好的话呢 以后她务必啊 这些信息都会被提升 想要给孩子忙碌起来 是每个妈妈都很希望的 煮饭的时候啊 或者是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 不用宝宝一直吵着要抱嘛 这不多说 你们现在看这个视频就知道要怎样 可以做出这个小玩具咯 我们走吧 首先会给你们介绍材料 这盒子呢我会选择略大一点 因为我会在上端呢 放上六个颜色的瓶盖 我要让我女儿学习颜色的分类 还有收集了一些不同类型按压式的瓶嘴 是指形的开关 除此之外你要准备最基本的就是 刀片 汤胶 衣夹 烹烹球 冰淇淋棒 融汁 还有准备一些柱子 反正就是一个忙碌盒 妈妈可以自己调整 自己加入一些其他元素 在这里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是这样子收集瓶盖的 我都是选择纸盒包装牛奶 这样比较容易切割出来 好割割出来呢就是这样 现在大略排下六个瓶盖的位置 颜色的顺序呢 我是跟着彩虹色 红橙黄绿蓝的排列 瓶盖的最底部我们用枪胶 把它黏稳在荷子上面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款瓶盖 比较特别 它要渐渐的突兀 所以我会用铅笔 先画出瓶盖的大小 然后再用刀片呢 跟它形状割出来 我在这里 顺便也将其他瓶盖的洞口都给割出来 之后呢 采用墙角黏上它的底部 我也准备了一个比较大的橙色瓶盖 但是为了不要让自己的盒子看起来太单调 我决定在瓶盖的下方呢 加了一个熊熊的造型 我准备了包树膜来保护熊熊的表层 如果家里没有包树膜 有laminator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过热焦 在黑色的紫卡上穿上两个洞 当着熊宝宝的眼睛 如你所看 用胶棒 枪胶 将熊宝宝稳固在荷子上面 贴上眼睛 然后再用刀片 将瓶口的洞给割出来 把碰牙式的瓶嘴的瓶盖 用铅笔画在盒子上 再将它的洞给切割出来 再用墙胶把它牢牢给稳定在盒子上 我自己准备了旋转式的把手 还有胡椒粉旋转式的瓶口 让我孩子学习不同的扭转方式 在盒子的另一面 我准备了四纸巾的开关 像之前一样 将开关贴在盒子上 然后再切割那个洞口出来 开关周围还有空位 所以我加入了擦冰淇淋棒的活动 洞口的角度不同 大小不一样 以增加擦冰淇淋棒的难度 让它严手协调的能力更加的棒 盒子的另外一面 我准备了螺丝刀 用螺丝刀串动 之后再将铃铛 珠子穿过融枝 让孩子学习用融枝穿珠子 在盒子的内侧 我们必须确保融枝的另外一端 已经被对折打结 以防止孩子容易的将它给撤出 在盒子的最后一面 我准备了融枝衣服夹 然后将衣服夹穿过融枝 盒子的内侧 将融枝打上牢牢的死结 以防止孩子轻易的将融枝给拉出来 我这里用融枝记号笔 将瓶盖和瓶口上色 但是我发现 不管我是用丙袭颜料 或者是融枝记号笔 都不能防止颜色的脱落 所以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告诉我哦 噠噠! 涂上颜色就是这样子啦 好!Game start! 好! 在他们玩这个玩具的时候 他尽量让他们自己去尝试 不要干涉也尽量不帮助 除非他们真的是需要发出声音 或哭的时候 那你才过去做一个小小帮忙 请你们按赞和这样子 这个好视频也分享出去 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 记得按订阅的按钮 每星期呢 我会尽量使出一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关键到幼觉的 所以让我们孩子 开心的玩中学 呵呵呵呵 怎么了 开心了